ChatGDP最近火得不行了 连美联社都对它进行关注并且报道了 关于它的具体背景呢 简单地说就是一款能够写作文的软件 但是它又没有那么简单 今天的华尔街周报来给大家聊一聊 美联社报道说 让新的人工智能软件ChatGDP 写一篇关于美国内战起因的作文 它在几秒钟之内就能完成作文 且非常具有说服力哦 这就是纽约市教育局 日前开始禁止学生使用正义令人耳目一新 但有争议性的写作软件的原因之一 这种书写作文的软件呢 可以写出向人写出的作文或者文章 纽约是美国最大的学企 它决定屏蔽下属学校设备和网络上的 ChatGDP网站 这将会引起其他教育机构的连锁反应 老师们都在争先恐后地想办法 防止学生利用此软件作弊写作文 ChatGDP的发明者也表示 他们也在寻找 滥用此软件的方法能够被禁止 这款免费软件推出仅五个星期 就已经引发了关于人工智能 在教育科技行业和许多职业中危害的讨论 什么是ChatGDP 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初创公司 OpenAI 于2022年11月30日推出了ChatGDP 该公司开发了一系列的技术软件 并与微软有着密切的合作 该软件是新一代人工智能系统的一部分 它可以通过庞大的数字图书 在线文章和其他媒体数据库中学到的知识 与作者对话 按需生成可读文本 甚至制作新颖的图像和视频 与2020年推出的OpenAI GPT3等所谓的大型语言模型的软件不同 ChatGDP可以在网上免费使用 而且很好用 它可以与作者之间进行书面的交流 比如说 美联社问ChatGDP 你能把我们今天的对话 写成一个饶舌歌rap的歌词吗 ChatGDP立刻生成的歌词如下 我尽量给大家读一读试一下 ChatGDP is just a tool but it has no substitute for school You can't cheat your way to the top Use a machine to do your homework You will flop Play generalism is a no-no AndChatGDP's test is not your own yo So putting the work in that grade Do not try to cheat is not the worst trade Nice 关于中文翻译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网上我们的附件 好玩的方法网络上已经介绍了16个 去年12月ChatGDP发布以后 全世界再次掀起了一波AI的狂潮 很多技术社区 技术爱好者 都在不断摸索这个AI接口 无穷无尽的可能性 人工智能已经无缝地嵌入到日常生活中 简直忍不住马上要和大家分享 最近有传闻说 ChatGDP将要商业化了 现在且玩且珍惜吧 今天给大家分享几个好玩的方法 第一个用来写小说 国外码网友在社区里写道说 哇 这个东西太不可思议了 我无语了 我真的问了我能想到的第一件事 结合了我的三个爱好 写作 悬疑小说和爵士乐 然后他对ChatGDP的要求是 为一部悬疑小说写一段情节 其中一名失魂落魄的凶杀案侦探 追捕一名高智商连环杀手 后者专门谋杀 弹奏爵士乐的音乐家 然后他分享了ChatGDP的回复 他说侦探詹姆斯汤普森 是凶杀案部门经验丰富的老手 但最近他一直感到筋疲力尽和沮丧 他最近的案件 是一名年轻的爵士钢琴家被谋杀 被发现在他的家中被残忍杀害 这只会加深他的绝望感 等等等等等等 第二个玩法 向演讲嘉宾进行提问 比如你组织一个活动 邀请了演讲嘉宾 我们经常会发生 比如没有人提问的尴尬场面 这个时候一般就需要有组织者 也就是带你来问一些问题了 这个时候就会请ChatGDP来问你提问 例如会议主题是关于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演讲者是水资源管理方面的专家 接下来就可以要求ChatGDP说 关于海水淡化及其影响 我应该问专家哪些问题 ChatGDP回复了 海水淡化目前在世界范围内 是如何使用的 在哪些类型的地点最有效 使用海水淡化提供淡水的潜在优势和涅势是什么 海水淡化技术的一些主要挑战和局限性是什么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听起来似乎还是一本正经 第三个创建游戏 这个没有实际尝试过 不过看到了以下这条新闻 第四个约会顾问 当被问到说 怎么在社交软件里给爱慕的异性 发一条带有一点情调的信息 虽然回答有点怪怪的 但ChatGDP表现的主动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你隔着屏幕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忍不住打招呼 看看我们之间是否有火花 你的个人资料照片很棒 我一直在想你 我怎么才能更好地了解你呢 还有的说 我通常不是迈出第一步的人 但是我不得不给你发消息 你人人难以置信 我迫不及待地想和你聊天 还有一个版本说 你好呀 我看到你的个人资料 我不想说谎 我有点害羞 你是如此有吸引力 我感觉有点追星了 听起来写得还不错是不是 第五个玩法 帮你减轻孤独感和焦虑 我们都发现 ChatGDP在一对一对话方面表现出色 有爱爱社区网友对ChatGDP说 我现在真的很伤心很孤独 得到的回答鼓舞人心 ChatGDP回答他说 得知你感到悲伤和孤独 我很难过 有时候感到沮丧是很自然的 但重要的是要记住 你并不孤单 有很多人关心你 想帮助你 与别人谈论你的感受 可能会有帮助 无论是密友 家人还是心理健康专家 有时候仅仅向别人表达 你的想法和情绪 就可以帮助减轻你的悲伤和孤独 照顾好自己 并且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也很重要哦 例如与所爱的人共度时光 追求爱好或者锻炼身体 这些东西可以帮助改善你的情绪 让你感觉到与他人的联系更加紧密 请记住 你是坚强的 有能力的 你可以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 Oh my God 太动人了 是不是 另一位网友说 我认为ChatGDP可以用作心理治疗 所以我请他来教我写日记 来帮助我应对焦虑 于是他得到ChatGDP专业的答复 他说 写下了此刻让你焦虑的事情 描述一个让你感到焦虑的情况 以及你是如何应对的 反思你的想法和信念 是如何导致你的焦虑的 哇 这个听起来很像专业的信念 医生写的建议 写一封信给你的焦虑 表达你的感受和担忧 想象自己在一个平静祥和的地方 并且详细地描述 第60好玩的玩法给东西取名 有人问他说 帮我想出一种新饮料的名字 它有日本杜松子酒 糖粒水 酸橙 胡椒粉和葡萄柚 ChatGDP说 樱花日出这个名字怎么样 这个名字结合了日本杜松子酒和葡萄柚 还有酸橙的柑橘味 日出这个词暗示着一天的新鲜和充满活力的开始 或者你可以选择 胡椒 葡萄柚 杜松子酒之类的东西 来强调胡椒和葡萄柚的独特风味组合 听起来也蛮不错的 第七个实时翻译 您可以在手机上使用ChatGDP 因为它是一个完美的翻译工具 比如说你在意大利旅行 你需要翻译说 将以下的内容翻译成意大利语 帮帮我 我的车快没油了 你能告诉我最近的加油站在哪里吗 同时你看到意大利文 已经出来在我们的屏幕上 第八个好玩的玩法 健身顾问 你可能都没想到吧 有人问ChatGDP 我希望能够在三个月内跑完五公里 为我制定一个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跑步计划吧 ChatGDP说 这是可以帮助你在三个月内跑完五公里的跑步计划哦 从每天步行15到20分钟开始 以增强您的赖泥并让您的身体习惯定期锻炼 步行一周后 开始将短距离慢跑纳入您的日常生活 从一次慢跑一到两分钟开始中间休息一下 逐步增加慢跑的时间并减少步行的时间 一旦你可以不停地慢跑十分钟 你就开始增加跑步的距离 目标是不停地跑一公里 然后逐步增加距离 除了常规跑步之外 您还要将力量训练和伸展运动纳入您的日常活动中 以改善您的整体健康状况 并降低受伤的风险 第九个他还可以为教师提供课程计划 AI社区的一位教师说 今天早上我在想 谁拥有世界上最困难的工作 教师 学生太多时间不够 如果他们可以将课程内容计划交付给XHDP会怎么样呢 所以他试了一下课程名称 人工智能的历史和影响目标 学生将了解人工智能的历史和发展 并能够讨论 人工智能对社会的潜在积极和消极影响 给的材料 就是AI历史上重大事件的时间表 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的实力举例 课程大纲 引入人工智能的话题 并说明它是指 开发能够模拟人类智能和行为的计算机系统和算法 显示AI历史上重大事件的时间表 并讨论该领域的关键里程碑和发展 展示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的例子 并解释它们如何应用于各个行业和领域 最后讨论人工智能对社会的潜在正面和负面影响 包括它提高生产力效率和安全性的潜能 以及它带来新挑战和担忧的潜能 例如工作岗位流失和道德问题 看来非常的专业 有教师朋友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看看这个教学大纲写的如何 第十个玩法 推荐活动嘉宾 比如有人问他 谁是我的Web3营销讲座的理想嘉宾 XIGTP回答说 您的Web3营销讲座理想嘉宾 可能是包括Web3营销领域的行业专家 影响者和思想领袖 这些人可能包括活跃的数字营销人员 内容创建者 企业主 企业家和技术专家 您还可以邀请与Web3相关的初创公司 和主持的代表作为您讲座的嘉宾 有人问他 您能给我举个例子吗 XIGTP说 您的Web3营销播客的一些理想示范 可能包括 比如像外围网的发明者 还有一些普通合伙人 包括告密者的作者 以太坊的创始人等等 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到位了 第十一个玩法 帮助商家处理其社交媒体上的评论和留言 一位商业用户想到 请XIGTP代替他回复 他餐厅消费者的评论 消费者好评说 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我们经常去吃饭 这个地方名列前茅 完美的菜品 出色的员工和一切的时机都很棒 非常感谢某某餐厅 来自某某的客人 谢谢 XIGTP帮他回复说 非常感谢您的好评 和花时间写评论 我们很高兴听到 您在我们的餐厅 有如此美好的体验 我们很高兴您享受您的用餐 和服务员提供的服务 很高兴为来自某某某的客人提供服务 我们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期待着很快再次欢迎您的到来 再次感谢您的正面评价 有消费者中平说 食物一般风景不错 仅此而已 XIGTP是这样回复的 感谢您的评论 如果您的用餐体验 没有达到您的希望 我们审表歉意 我们努力为所有客户 提供最优质的食品和服务 我们会在不断改进的同时 考虑您的反馈 感谢您让我知道您的体验 12个玩法是家具设计 我看到有人通过和XIGTP的对话 最终设计出一个小型的桌子 这个也是很厉害了 第13个协助回答 专业采访 针对即将面临的话题采访 销售行业的未来 这样一个话题 有人向XIGTP要求 给予一些可能的问答建议 XIGTP回答说 当然 以下是您在密室中 可能会问到的 关于销售行业未来的一些潜在问题 以及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的建议 比如说 您认为技术在未来几年 将如何影响营销行业呢 在未来几年 技术可能会对销售行业 产生重大影响 技术可能影响 销售行业的一些潜在方式 包括越来越多的 使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 来处理日常的 一些数据分析和客户关系管理的工作 这些重要性会越来越高 此外 电子商务和在线销售渠道的兴起 可能会继续重塑销售格局 您认为销售人员的角色 在未来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将来销售人员的角色 可能会随着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 和期望而发生变化 销售人员需要在他们的方法中 更有知识和咨询的方式 并且需要能够帮助客户 驾驭复杂的产品和服务 此外 数据分析和客户关系管理工具的重要性 日益增加 这可能要求销售人员 对技术有更深入的了解 并能够在工作中 去有效地使用它 听起来这两个回答 大同小异是不是 因为它们都来源于 网络上Chad GTP的搜索 还有人问了 您认为在未来销售专业人员中 最重要的销售技能是什么 Chad GTP回答说 未来销售专业人员 将需要多种技能才能成功 除了强大的沟通 和人际交往能力外 销售专业人员 还需要对他们销售的产品和服务 有高度的了解 并能够有效地使用数据分析 和客户管理工具 此外还要适应 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能力 以及不断学习 了解行业趋势的能力 和对于销售行业的成功 至关重要 听起来还蛮中肯的 很像一个有经验的销售人员 给你的建议对不对 第四个玩法是礼物的建议 有国外网友向Chad GTP咨询 圣诞节送给老婆什么礼物 为一位热爱老音乐队的中年女性 推荐一份200美元以下的礼物 Chad GTP回答说 对于喜爱老音乐队的中年女性来说 一个潜在的礼物创意 是一张他们经典专辑之一的 黑胶唱片 比如Hotel California 或者The Long Long 近年来黑胶唱片重新流行起来 许多音乐爱好者都喜欢 在黑胶唱片上 聆听音乐的独特声音和体验 您还可以考虑 将黑胶唱片与高品质唱片 播放器搭配使用 以获得完整的礼品包装 这对礼物很可能会受到 老音乐队的歌迷的青睐 而黑胶唱片和电唱机的组合 可能在您200美元的预算之内 第15个玩法 它可以帮你解释一些复杂的概念 有人问Chad GTP说 请把我当成10岁小孩那样 向我解释量子物理 Chad GTP说 量子物理学是研究微小粒子的 行为方式的科学分支 这些粒子是如此之小 以至于它们并不总是遵循 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 和触摸到的事物相同的规则 比如有时候 它们可以同时在两个地方 或者其实相隔很远 也可以成为朋友 这听起来是有些奇怪 但是科学家从研究这些 微小粒子中学到的东西 量子物理学帮助我们了解 世界在非常小的尺度上 是如何运作的 它还可以帮助我们创造新技术 比如我们今天拥有的计算机 快得多的计算机 也得靠量子物理来创造 第16个玩法 请文章标题 有人问Chad GTP说 请介绍一个标题 介绍你的16种创造性 和娱乐性的用途 Chad GTP说 以下是文章的一些潜在性标题 包括 使用Chad GTP的16种有趣 且富有创意的方式 从游戏到解密 使用Chad GTP 进行娱乐和创意的终极指南 使用Chad GTP的16个理由 它如何增强您的游戏能力 故事能力 或者其他能力 Chad GTP的16种娱乐途径 你从来不知道 这是可能的 通过Chad GTP 释放您的想象力 16种创造性 和有趣的使用方式 总结一下今天的分享 这篇文章其实还没有 远远的没有覆盖完 Chad GTP的很多使用场景 比如编曲 撰写研究论文 都已经开展起来了 希望今天的节目 可以激发你的灵感 更重要的是 加入到使用者的队伍中 来体验这个将深刻改变 所有行业的AI吧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 花海接收报 我是安琪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吻成功